暗局何在 暗局 暗局主上 来人 来人呐 我的人呐 骑兵主上 庄家园外的100名安保人员已经被承备手下解决 现在是不是 不急 你 你们都是什么人呐 怎么有这么强大的背脚 刚才说过了 善人 放肆 这是咱们清州有名的大善人 就算你人多 小动勤劳 整个清州人们也不会同意的 大善人 把人带上来 这个女孩就是我刚刚从秦桂阳房间里救下的 我再晚到一步 这个本该享受青春的花姐上去要惨造毒手 这就是你们嘴里所谓的大善人 就是他 就是他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这不可以 不可以 你相信我 我这死 孙老陈 你言你还有没有大善王话了 沈大帅 我为你们清州产出了一个恶霸 你应该感谢我才能 胡说 你在大天广众之下 闯入民宅 动用武力 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说了 好了沈将军 我承认这次我做的唐突了 这样吧 我以暗店的名义投资三千亿 在清州建立清岳集团 为大家做些贡献 可好 三千亿 这样还差不多 不过我有个条件 让龙家那个废物龙子豪 来协助我把这件事情落实 我 等会儿宝贝儿 喂 他妈谁呀 城主大人 是我 好 太好了 您放心 属下一定把事办得明明白白的 好 想不到我龙子豪 也有翻身的一天 怎么了宝贝 新月集团要在清州投资三千亿的事 你知道吧 刚才 城主大人给小爷我打电话 任命我为国际签约特使一职 即可上任 真的吗 这么说 咱们就要翻身了 何止是翻身了 明天 小爷就带你去买别墅 以后 咱就再也不用来这破酒店了 哈哈哈哈 讨厌 走 在这里 老师 你真在这里买别墅了 当然是真的了 哟 怎么到哪儿都能碰上你们两个穷鬼啊 真是晦气 一个别墅区而已 有什么事情的吗 一个别墅区而已 哎 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山水豪亭 青州市的富人区 就你们俩住的那个狗窝 连这一块地板砖都比不了 唐哥你 哎 可别跟新月集团的特使盘观想 你不配 特使 新月集团合作青州市签约 投资三千亿的事儿 你知道吧 我 我 就是这场签约仪式的总负责人 青月集团的特使 刚被认定就这么高调啊 你不怕这一时的虚荣 都是假乡的 哎呦 一个穷屌丝还敢在这儿酸来酸去的呀 赶紧带着你那穷媳妇滚回家去 这别墅区又不是你开的 平时不让我们滚 哎呦 你们两个穷鬼还来劲儿了是吧 行 刚才看的这套小别墅 我买了 真的吗 不过 我以特使和山水豪宅业主的身份命令 让这两个穷屌丝给我滚出去 这位先生 既然我们业主别都要走 你就赶紧给我滚 你老子赖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走吧 他是业主 我就不是了 苏浩春你就别跟这吹牛了行吗 你要是业主 我给你下跪学狗教 那我们赌一把 可以啊 如果你不是 就从我这儿钻过去 然后承认自己是个废物 没问题啊 我有什么不敢 行 那就麻烦经理查查近期的购房合同 我倒要看看 他能装到什么时候 特色大人 我查过没有这个人名字 哈哈哈哈 我看你这个德行 就不像是个业主 哈哈哈哈 真是啊 你看现在被人切穿了吗 丢人丢到家了 赶紧的吧 来钻我的裤裆吧 哈哈哈哈 快 哎哎哎 闹红红的干嘛呢 这是修容部 不是菜市场 是谁啊这么大胆子 就那个 哎 何总 就是这个穷屌丝 刚刚还招了我们陈住府的特使大人 苏先生 您怎么来到我们设计卧现场 何总 你也认识 瞎了你的狗眼 苏先生是山子豪叫最尊贵的客人 你怎么能骂他 可可可可可说他不就是一个蠢鸟丝 你怎么和苏先生说话呢 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 从这儿马上给我滚蛋 从现在开车你不是我的员工 苏先生 今天的事实在是太抱歉了 下手无眼冒发了你 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信侯大 你跟他道歉干什么 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值得你这样 这位先生 你说话要注意点 苏先生的身份 不是你能想象的 啊 对了苏先生 这是我们山子豪神 特意为您定制的绝版门镜卡 也是出入一号别墅的钥匙 您可以先去体验一下 如果感觉哪里不合适呢 您可以吩咐我 一号别墅 只有曾经有了花十个亿 都买不下来的龙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着 非得让我带你去家里参观一下 才愿赌服输吗 苏浩辰 你敢对我动手 老子可是特使啊 我有什么不敢 就算是天王老子 我也照大不悟 苏浩辰 你好大的口气 苏浩辰 你好大的口气 奶奶 你终于 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你已经是特使身份了 怎还好这些垃圾有交集 奶奶 那是他们使诈 您得给我做主啊 刚才好像有人很狂啊 你是小姐 龙夕月 好久不见啊 想不到当年的女神 现在已经憔悴成这个样子 毕业那年 我发誓要证明自己比苏浩辰强 而你可曾后悔 你怎么就确定比我强 一只臭臭 我抬脚就可以轻易碾碎 你说咱俩谁更强 浩辰 小姐现在咱们惹不起 我快道歉 那个浩辰中午喝了点酒 口不择言 您战神大人位高权重 别跟我们这些小老伪性计较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你真要跟这个垃圾瘦一辈子苦 你这个不孝子孙 战神大人已经给你抬尽了 你赶快跟他离婚 这废物有什么好的 值得你这么死心打地 就是 奶奶一向宠你 你非要害了我们整个龙家不成吗 战神大人 龙夕月年轻单纯 他是被苏浩辰骗了 我回去一定好好地教育他 您放心 他肯定会回心转意的 哈哈哈 你还敢笑 我为什么不敢 哈哈哈 你还敢笑 我为什么不敢 之前西月挺着肚子流落街头的时候 你们龙家人可曾专心过 他们孤儿寡母鸡不果腹的时候 你们又可曾出现过 现在为了巴结这个肖杰 在这里满口仁义 我看你们只不过是卖女求荣 贪图荣华富贵的无耻之徒 你 你你 老太太 您一把年纪了 不好好地移养天年 整天干这些丧良心的事 不怕死的吓得欲满 你 你 奶奶你怎么了奶奶 奶奶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医院的内情废物医生怎么还没来啊 不用等他们了 大夏神医张仲春已经被我带来了 什么 大夏神医张仲春 哎呦 张神医 你快救救我奶奶吧 情况我都了解了 不过我不想出手 为什么 不是 你要多少钱啊 我们龙家给了解 跟钱没关系 肖战神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 但是你们龙家却有人诋毁他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尤其是他 我 你是叫龙兮月吧 是啊 肖战神跟我讲过你们两个之间的事 我感叹她对你的专心事情 以她现在的身份地位 什么样的女人都有 但是她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可你呢 执迷不悔 我不屑于救你们龙家的人 兮月 龙兮月 奶奶都已经这样了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 今天奶奶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管 你 就是整个龙家的罪人 我 何必劳烦张神医啊 我就能写 你闭嘴 你要是有这么大的本事 还用得着入罪我们龙家 年轻人 你也懂医术 略懂 略懂 你是哪个医药大学毕业的 有过几年的行医经验 别以为看过基本题摊上的小说 就可以给人行医 你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 你的狂妄自大和肖战神比起来差得太晚了 是不是狂妄自大 试试不就行了 你这个废物懂什么艺术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 先把奶奶欺吐血 然后再要了她的命 好了 张神医 人命关天 还是请您出手吧 来 来张神医 诶 动了动了 我奶奶没事了 张神医 您的艺术太高明了 奶奶 奶奶怎么了 不是 张神医 奶奶什么情况呀 这不可能啊 救不回来了 救不回来了 你救不了不代表别人救回来 组好谁 你这个废物要干什么 一针去闻 二针定破 三针枕脉 四针凝血 这 这难道是 没想到你艺术评评评 见识到这么少 没错 这就是太乙金针 太乙金针 太乙金针 好了 等现在没事 前辈 我愿意拜您为师 您可以把太乙神针传绍给我吗 他刚刚确实是救急复发 血脉组织 但是你那套阵法 太过霸道了 忽略了他的岁数 这才导致逆血上行 血脉稳落 是这样 我 哎呀 我一时疏忽 一时疏忽 你不是一时疏忽 你想证明自己 打我脸的同时 继续对我老婆施压 没搞清楚状况 就胡乱出头 你好歹也是堂堂的神医 竟然成了这玩意的走狗 就你这医术医德 也配修行太乙金针 大胆 你敢对张神医不敬 老太太 我将你从鬼门关救过来 你不敢进 可以 但之前的赌约 你还记得吗 赌? 嗯? 我赌你三日内发病 你刚刚救急复发 九死一生 我赌青城三老 两周内家破人亡 秦慧阳两天前家中暴毙 剩下两人也在所难逃 这三条赌约已兑现其二 那唯独剩最后一天 六天后 消劫的战神? 整个青州上流社会将无人参加 而你 到时将会延绵扫地 大胆 敢对战神大人不敬 你敢和我叫吧 苏浩辰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马上给战神大人道歉 小姐 你不是想证明谁强吗 庆东宴当天自有分享 口气倒不小 但是在我面前 没有什么用 既然你想赌 我就赔你 不过如果你输了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输的 只会是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主人 青州三岛之一的马上昌查清楚了 他每周都会去地方大厦赶墓 他的公司的贸易就在36层 好 就让那里成为他的墓地吧 你就是那个青年们回来的坠绪苏浩辰啊 别这么说 浩辰 嗯 这个是我最好的闺蜜 虚朵 你好 我就是苏浩辰 西月 我之前可听别人说过 国外回来的骗子多 什么豪车豪房啊 都是可以租的 你这思想单纯 可别被坏人蒙蔽 好了虚朵啊 号称不是坏人啊 快说正事 我托你找个工作怎么样了 嗯 找工作 你要上班 嗯 正好你回来了我也没什么事儿 你看 就像许朵这样 他现在已经是龙腾贸易公司的总监了 你点赚一百多万呢 龙腾贸易 嗯 他的公司龙腾贸易就在36层 对啊 就是龙腾 青州市最大的贸易公司 诶 能不能换掉公司 怎么 你还瞧不起我们公司啊 我收到想到消息 龙腾公司可能马上就要倒闭了 你也赶紧找后路吧 倒闭 你家公司才倒闭呢 西月 你这老公脑子是不是有病 龙腾价值几十亿的公司 怎么可能倒闭啊 许葛 他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替他辩解 我都欢迎别他洗脑了 走我现在带你去公司 感受一下蓬勃发展的氛围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公司大牢 气派不 那就是我们的总裁 马荣昌 马总好